CANADA DAY 嗨大家好我是凱希 因為我是加拿大人 還有7月1號是Canada Day 就是加拿大的國慶日 所以我今天想要介紹 10個加拿大的用語 第一個字是A 大家想到加拿大人會講的話 一定會先想到A這個字 它其實跟huh或是right 是差不多的意思 你可以說 Today's weather is really nice 第二個是Loonie Loonie是加拿大的1塊錢的銀幣 我們會叫它Loonie 是因為它上面的圖案 是一種叫Loon的鳥 第三個是Toonie Toonie是加拿大的2塊錢銀幣 它叫Toonie就是因為1塊錢叫Loonie 所以當然2塊錢是叫Toonie 第四個是Runners 其實我是來台灣之後才發現 只有加拿大人才會用這個字 我是跟美國人聊天的時候 剛好講到Runners 然後他就說Runners是什麼 就Runners不然 然後他就喔你是說Running shoes嗎 第五個是Toonie就是這種帽子 美國人好像會叫他Bini 但是加拿大人就會用Toonie這個字 下一個是Toonie A two four就是一箱啤酒 它是有24瓶或是24罐啤酒 所以我們叫他Toonie 所以如果有人說 I'm gonna pick up a two four at the liquor store 他們的意思就是他們要去買一箱啤酒 下一個是Timmy's Timmy's是加拿大的一個連鎖的咖啡廳 很有名很好喝 然後他真正的名字是Tim Hortons 但是很多加拿大人都會說Timmy's 還有加拿大人去Tim Hortons 他們特別喜歡點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double double 如果他們說I'd like a double double 他們的意思就是他們想要一杯咖啡 加2 cream and 2 sugar 然後第二個東西就是叫Iced Cap Iced Cap就是Iced Cappuccino 第八個是keener keener的意思大概是很熱型的人 但是我們大部分是拿來批評其他人 所以比如說你的同學很愛念書 然後考試那一天他很早就來 然後很想要開始考試 他的同學可能會說 He's such a keener 或是What a keener 然後他們的意思就是他豪宅 他太愛念書 他太努力 這種感覺 第九個是kerfuffle kerfuffle念起來蠻好笑的 然後他的意思是跟commotion差不多 commotion就是騷動 然後你可以說What's all the kerfuffle about 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們都在吵什麼 最後一個字是giver giver就是give it all you've got 中文應該是全力以赴 這個字可以使用在很多不同的場景 不管是運動、工作、喝酒都可以用 特別的是如果有人好像快不行 快放棄了 你可以跟他們做giver 這樣就會鼓勵他們說一定要努力不要放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喔 希望你們都喜歡 我很好奇你們都想要看哪一種影片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idea請留言跟我說 謝謝你們熟看今天的影片 Happy Canada Day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